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借由浙江杭州亚运 在杭州会晤了许多国家领袖 包括南韩总理韩德珠 习近平说中韩两国是近伦 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 中韩关系走稳走实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对促进区域和平和发展 也是利好 习近平自2014年去南韩进行国事访问后 就再也没有前往韩国 这次他向韩德珠表示 会认真考虑访问南韩事宜 另外习近平还在西湖国宾馆 会见科威特王厨 同时还有东地问总理 柬埔寨国王 尼泊尔总理和叙利亚总统等等 习近平和部分国家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扩大了彼此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 习近平在杭州亚运前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会面 外媒称他正在推动一种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完全不同的替代方案 TVBS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